一个多月之前 武林发布了自己首款的驾用MPV 凯杰Victory 不过此前的成都车展 我们并没有等到凯杰的实车亮相 可就在这两天 武林的官方再次发布了凯杰的一组官图 对这台新车的重要参数做了明确 这也就预示着这台全新的MPV 即将正式亮相 从新车的官图来看 凯杰就是一款面向家庭的MPV 它并没有商务MPV那种磅礴的气势 却有着家用MPV的精致 六边形的大嘴上镶嵌着武林最新的银标 分体式的四点式LED大灯和C字型的LED日行灯 科技感都不错 凯杰的车身尺寸不小 4875 x 1880 x 1700mm 轴距 2800mm 相比于市面上同级的比亚迪送麦克斯 吉利加技 宝骏730等几款车 凯杰的长度占有绝对的优势 凯杰内部主打的是2加2加2的三排六座布局 第二排的座椅带有腿拖 并且带有磁幅式四向滑轨 移动距离可达56厘米 一二排座椅可以180度放平 第三排座椅可以完全地沉入地下 变成纯平 近身可以达到1420mm 该车内部的科技感同样很足 六个环抱安全气囊加侧气帘 360度全景影像以及驾驶辅助系统 从目前来看 凯杰算是一款非常棒的家用MPV 只要他的性价比能够一如既往的高 相信他的销量超越同级对手并不难